妈妈、爸爸为什么还没回来呢? 意外事故一次都严重 建筑地盘被视为高危的工作地方 因此过去十年 建造业一直致力源自安全法例 加强培训及改善工作环境 金门建筑分析了三年来的严重事故 通过举行安全反思会 检讨潜在的安全问题 反思违规行为 无论如何 无人不关注自己或别人的生命安全 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 安全意识不够高 有些人怎么说呢? 我做几年都是这样,不会有事的 当工人集中精神赶货时 他会忽略一些自身的安全 或者对周边工友的安全 那些工人提出的意见 工程师没有去接受他们 如果有去更进的 未必会有这件事发生 建筑公司有时做不到应有的设计 或是做不到应有的安全配套 去给工人使用 就会在几方面的不差之下 就会组合了一个意外出来 上面管理层有好的制度 有好的设施 我们分盘也提供工具 防护给你 你工友不用的话 出事的时候 你远任何一方 都是我觉得不公道 发生意外事故 不但工友身受其害 丧失谋生能力 家人更要一同承受痛苦 平时并肩作战的工友 亦难免受到负面情绪的困扰 今时今日 所有的法例比之前严谨很多 所有的承建商能够提供的安全设备 每一样工序 如果我们开工前 能够事先设计好一个施工方案 设计好工作平台 上落通道 各样的配套 又方便到工人很容易 很舒服地做事 他们可以完全去复制安全守责 开工之前 认清工种有什么潜在性的危险 或者找一些资深的工营师 或者上司 大家再谈一谈 究竟还有什么问题 然后才开工 照个安全意识去做 例如他搭架 12345 你就不要1346 身体力行 当你见到的时候 尽量改善了这个环境 认识自己 认识跟你一起做事的人 如果做不到 停下 商讨一个好一点的方法去做 新建工程项目大幅增加 加上人手紧张 对地盘的管理工作 构成一定的压力 因此监督员的角色任重到远 为维持地盘的安全 担起重要作用 我们前世应该多些 跟工友直接沟通对话 令它营造到整个地盘 安全气氛要提升 让他们觉得安全 不仅仅影响自己的生命 还要影响周边的人 更加重要 一有意外 影响他们的家人 这是最重要的 每天要做的动态风险评估 因应现场环境的不同变化 天气的变化 人事的变化 而每天作出这个评估 改善这个环境 就可以堵塞 规条上高 未必用得完的东西 作为一个谨慎验证 我们也是一个分款商 当然要先关注我们自己的行业 例如我们在派工的时候 会否有工友都知道 他自己所做的位置在哪里 他的环境是怎样 也让他知道自己做的时候 遇到有什么安全上 或者施工的困难 好的计划是很重要的 包括我用什么适合的机械去做 如何为之适合的人选 用什么最简单的方法 最安全的方法去做 建立令伤害的工作环境 是各方的共同目标 我觉得现在这个反思会 令到工友坐下听 大家整个地盘直下来 去讨论他们提出 现在在这个工地有什么问题 会让所有员工知道 公司是重视安全的 希望工人都开心心回来上班 收工准时回家 如果有危险 不要做 要疼自己 如果你连命都没有满 那就是管没导致 要做到零伤害 是我们每个人共同承担的责任 也要从我们每个人做起 你今天的工作安全吗